文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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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喔! 那我們先 就是今天最後一個一層 最後一個一層 網路治理 所有隱私語網路治理的 最後一個一層 最後一個一層是我自己講的 我要來介紹我們ZEA相關的一些計劃 那感謝大家就是今天被我們一直待到最後 在PostCup準備一個純粹講政策、講議題,然後完全不講技術的議程 也是我們這次想要做的一個挑戰 很高興大家願意跟我們一起來 我是Mozilla,台灣社群的Evyn 這個網站是我們社群在維護的網站 如果你說什麼,翻發社會就會看到這個網站 那如果你有在寫JavaScript,有在寫HTN的話,可以幫我們一起來修它 它有非常多的BUG,然後它從2004年就長這個樣子,到現在都還是長這個樣子 需要大家一起來幫它維護 那我們Mozilla社群在台北有一個空間叫做摩子宮廟 這個活動場地在光華的原家屋隔壁的樓上,歡迎大家來使用 那我們摩子宮廟在三樓,然後OCF在四樓,我們是鄰居 那摩子宮廟這個場地,歡迎所有跟開放文化有關的社群一起來 那這個場地是一個大概可以容納20人到30人左右的一個會議空間 那就是可以讓大家免費來使用這場地這樣 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詳細的資訊來直接搜索摩子宮廟,就可以找得到 那就是剛才我講的,OCF在我們四樓就是開放文化基金會 那歡迎大家如果想要,平常想要捐款,或者是平常你電子發表想要捐給某個單位的話 身為科技人可以考慮一下就給開放文化基金會 那他是幫很多很多的社群,跟也幫CostCup就是做了很多的事情的一個組織 那我們Zilla的很多核心的成員也都有在參與 那除了開放文化基金會以外,還有剛剛中午 午後的第一個議程,台灣人聯儲金會也是我們非常支持的單位 他是目前,我個人認為台灣最接近EFF的組織 雖然他可能不會成為EFF,但是他是目前最接近的 那我們希望未來真的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組織出現 好,那Mozilla最近有兩個專案 一個是我今天的主題,網路健康報告 那另外一個專案是,這個專案我簡單的就秀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回去玩玩看 它叫做Common Voice 那你到這個網站上面來之後,就會看到一個按鈕 有話大聲說,站著先生 那就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呢,他就會給你一句話 那這時候你要做什麼呢 那我告訴你,點擊按下錄音鍵,然後就大聲說出句子 像這個樣子一樣 然後... 然後Bibus就當掉了 哈哈哈哈 這個時候Bibus應該會跟我要錄音的權限 但是因為我用的是OSX的最新測試版 所以這個權限的部分怪怪的 有誒誒誒 他OSX的... 就是Mohave的測試版的... 第一個禮拜的版本,只要你按下這個Bibus就掉掉 然後... 第二個禮拜的版本是按下這個之後,我的Mac就整個停掉 哈哈哈哈 就是現在進入了第十個禮拜,他終於會出現 呵呵呵 摩天輪和夜景最棒的 表示北市不過去的說明不夠 這句話是可批的 剛剛臨時找了一間還有位置的店 賭博的人都十分高興 於今年舉辦夏日珍財活動 就這樣子 有沒有聲音 有有聲音 表示北市不過去的說明不夠 好,那這個網站就這樣子 你進來之後,然後你按下錄音 然後他就會給你五句話 然後就錄音 然後錄完之後,你把案送出 然後同意他 就這樣 這樣就完成了 這是每次任務 那請大家就是每天來幫我們解一次任務這樣子 這到底是為什麼 這個計畫是要做什麼呢 他其實是想要蒐集 全世界各種語言的語音資料 那Modita收集這些資料要做什麼呢 我們會把它打包 然後放出來給大家自己下來才下來玩 對,那你現在到這個Commerce網站上點 資料集 就會看到有下載Commerce資料可以按 那目前 我們已經提供了第一組的資料是英文的 英文的語音資料 有12G的MP3跟他對的句子 然後第一組是英文的 然後現在目前全世界還有20個語言證在收集語音資料中 就像剛剛那個樣子一樣 那我們目標是在今年年底要放出中文的語音資料 所以請大家有事沒事想到錄過就上來這個網站錄個幾句 然後我們放了一些不錯的句子 大家應該會覺得很有趣 約錄也有趣 那 然後這個網站有兩個功能 一個是錄 然後另外一個是聽 就你往下捲 在首頁然後往下捲 就會看到有一句話然後有一個play鍵 那他就會 你就可以聽到別人錄的 看了看之後掉 然後就聽聽看他說的話是不是這個句子 如果是的話就按下4 然後再來 工廠最近賺錢 這聽起來應該是香港朋友的嗎 按下4 就這樣子 這網站就這兩個功能 一個錄一個聽 然後我們這樣子一直持續著這些事情 這兩個動作我們就可以就是收集 討中文的語音資料 然後這組中文的語音資料有什麼不同呢 就看過或者是網站這個計畫有什麼不同呢 他是現在目前世界上第二大的開放語音資料庫 也是唯一一個用CC0釋出的 意思就是說 你這12G的英文資料下載下來之後 你要做什麼都可以 你可以拿去訓練語音辨識模型 你可以拿去訓練TPS 語音合成模型 也可以拿去訓練初音都沒有問題的 那 完全沒有任何的版權問題 這是唯一的一個 完全是CC0 就是完全是公共領域的語音資料庫 對 那 以中文為 以中文來說的話 目前我知道台灣政府有大概 十個語音資料幾吧 那每一個 不是限學術使用 不是僅限學術使用啊 就是 必須要寫 必須要寫公文去跟什麼什麼單位申請 要不然就是 你要用的話 你就有很複雜的條文 或者是價格會很貴啊 就目前台灣政府有提供 其實過去二十年 語言所跟 好幾個大學的語言 中文系跟語言所 其實都有在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想做的就是一個 完全沒有任何限制的 公眾 公眾授權的語音資料故障 那目前 有很多很多語言 大家可以進來 如果你會講英文 會講日文的話 也可以一起錄 好 那這是年底 年底會釋出第一批 中文資料記 釋出的時候 我會再跟大家講 就是 這個 Mozilla 的一個小計畫 好 那回到今天的主題 就是Internet Health Report 就是Mozilla 今年的另外一個研究計畫 大家在想 Internet Health Report 什麼東西 剛剛我有發了兩張 兩張單紙 一張是 這個小卡 那它背後有一個就是簡單的簡介 那另外一張 就是同樣的A4的紙 它其實跟這個小卡是一模一樣的內容 然後背後有 5個Internet Health Report 5個Section的英文介紹 那 這個是什麼東西 它其實就是一個 在講現在的網路 到底健不健康的一個報告 它是以本研究報告 那它 它這個網站 你可以下載一個PDF下來 然後下載下來之後 大概有100頁左右吧 那那個PDF檔的內容 是網站的內容的1分之1 所以網站上大概有200頁PDF檔的內容 總共60篇文章5個主題 那 為什麼 我自己來要做這種研究報告 因為 大家覺得像我無健康嗎 就是去年發生了很多事情 然後 有一大堆新聞 然後假新聞的事情 然後因為 因為 因為川普的關係 假新聞的事情 就很火紅 然後 Facebook的那個 那個 執行長就被叫去國會 培訓 然後他也很高興 他也很 很開心 說我們絕對配合政府的一切需求 對啊 其實 網路去年發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那 Mozita希望藉由這樣子的研究報告 把這些事情 整理 揭露 然後把它 分門別的 歸納起來 讓大家 可以一目瞭然的 就 大概可以知道說 網路現在到底健康 到底健不健康 那怎麼樣才會讓他更健康 那有什麼人 有什麼 現在目前網路上有什麼問題 然後有哪些計畫 正在想要讓他變得更健康 這樣子 這是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好 那 網路健康是什麼東西 Mozita到底 到底網路怎麼樣是健康 像現在就是 網路超熱門的 有超級多網站的 然後大家每天都在上網 每個人平均 都有四個小時吧 是上網的時間 那這樣子網路還不健康嗎 他 比起十年前 很多人根本就連上網 是什麼都不知道 那現在他20小時都連在網路上面 為什麼網路不健康 Mozita的想法是說 網路是一個 公眾的公有資源 那他 他必須要是 維持健康的狀況 才可以讓大家 就是在這個網路上面 持續的創新 持續的發展 然後有沒有 可以有更多 更好的事情發生 那 網路現在的現況 以Mozita的角度來說 我們認為他 看起來好像很健康 但他其實有很多地方 又不是很好 但是其實 同一個時間點 又有很多人在做 不同的計畫 想要讓他的 某些地方變得更好 所以這是 我們的感覺 我們認為網路 就是最重要的公眾資源 就是Mozita的最重要的一個 認知 那我們認為網路應該是所有的人 共有的一個資源 而不應該掌控在任何一個 組織的手上 或是任何一個機關的手上 或是任何一個公司的手上 那 因為他是一個 就是共有的東西 他才可以確保 大家的公平 大家的創意 然後 確保每個人在網路上面 都可以有 同樣平等的經濟的機會 然後 都可以表達 自我表達 都可以自由的表達你的言論 然後都可以 促進 可以促進 就是世界各地的民主發展 這是網路的價值 這樣子 然後 Mozita認為說 網路的健康仰賴於 每個人都參與其中 然後每個人都aware到 就是都注意到 他的 他現有的問題 還有了解他 到底目前有什麼 改善的方式 或是有些什麼計畫 正在改善他 那 接下來 在2020年預測 會有50億人 連上網路 就是totally 網路的使用者 會達到50億人 那我們身邊有 到了2020年 我們還會有 就是 好幾百萬 好幾千萬的 產品連上網路 就是各種IoT的產品連上網路 所以 網路的健康 就會變成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因素 這樣 好 那 所以 網路的健康是什麼 我們認為他就是 要維持開放 創新 平等 機會均等 然後讓每個人都可以 自由存取 就是網路的健康 那什麼是網路健康報告 其實就是一個 正講 這樣子的一個報告 就是 網路健康報告是一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 進去之後 你會看到五個類別 我們把所有的網 整個網路去年的議題 歸類成五個類別 然後每一個類別 連一句之後 你會看到非常多的文章 然後這些文章 這個整個網站 這個整個網站 是OPEN SOURCE 整個報告是OPEN SOURCE的 包含上面的 那個PDF的 整個檔案的 原始碼 PDF的原始產生的 LATEX的原始碼 然後還有 網路包含 網路上面每一篇研究 報告 跟它的數據 都有 都有明確的 引用的來源 跟整個內容是 就是公開在GitHub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 這是一個 我們OPEN SOURCE的一個計畫 這是OPEN SOURCE的第二年做網路健康報告 去年其實也有一份 2017年版的網路健康報告 而且還有中文版 就是去年 台北報告室有翻譯的中文版 有請了翻譯的中文版的 所以這是第二年 我們希望就是 以年度為單位 然後把去年一整年 網路上面發生的事情 用一個簡單的方式 來整理給大家看 來澄清給大家看 這樣子 我剛才有講 它其實只有五個類別 就是這五個類別 第一個是隱私跟安全 第二個是開放 第三個是數位包容 第四個是網路素養 第五個是去中心化 那這五個類別 就分別又各自包含了十幾篇文章 那剛好就是 其實大家可以注意到 這五個類別就是剛好 包含我們今天 就是所有談論到的議題 其實都有包含在這五個類別其中幾項裡面 然後也都有相關的報告在裡面 所以這是一個 就是可以讓你 中覽整個網路狀態的一個 風據 一個美禁 那 隨便從幾篇文章來 來看看到底 這個報告裡面到底有什麼 像是第一個 在隱私與安全 這個類別裡面 有一篇文章就在講 世界上第一個 網路問題快速反應單位 它的名字就叫FIRST F-I-R-S-E 那 它其實是在 28年前 針對 28年前發生了一次網路乳蟲大 網路乳蟲大爆發 那那個時候 就有一些研究員 就成立FIRST 然後一直到現在 然後就 如果有一些什麼 網路上的一些 安全問題爆發的時候 他們就會快速的 反應 然後有一些安全研究員 就會 它其實就是一個 安全研究員的組織 那 他們就會互相的 互相偷風有無 然後快速的反應 那 網路健康報裡面 就有一篇文章 在介紹這個組織 它今年28年 成立於1988年 對 那 這是其中的一篇文章 那 再看下一篇文章 隱私與安全裡面 還有一個文章 在講說 就是去年的資料裡面發現 2015年的資料裡面發現 這50個密碼 這就是大家最常用的密碼 就是 第一個是123456 第一名 然後第二名是Test Word 就密碼大家就去Test Word 對吧 那 所以這個報告裡面 不只有 歷史的文章 不只有 研究的成果 也有一些像這種東西很簡單的一個數據 那 在開放這個類別裡面 有一篇文章在講 WhatsApp跟Telegram去年 在阿富汗被封鎖 然後封鎖 然後封鎖了經過 經過了 2017年11月的時候被封鎖 然後經過了20天之後解封 那20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 他們當地有很多人 因為 因為這有欺負永遠自由的可能性 然後他們當地就很多人有出來 抗議啊 然後表達 表達 表達反對啊 然後 政府在20天之後 而且Facebook也有在當地 有出來說話 所以經過20天之後 政府就決定解封這樣子 這是其中在開放裡面的一篇故事 那另外一篇 網路關閉 就是Internet Shutdown 這個議題是去年很多 研究網路安全跟言論自由的人 關注的議題 那 從另外這一個報導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從2016年到2017年 發生網路 發生就是局部性 或是全國性的網路中斷 然後 我的數 的次數 就是增加了將近 從76次增加到1040次 就是2016年到2017年的變化 那 各自的原因 如果有公開原因的話 各自的原因是什麼 那 這個東西就是 有一篇文章在介紹這件事情 這樣子 那 從我們 就是觀察來看 就是越來越多的國家 在 各種議題產生的時候 局部性的去中斷網路 或者是就是 全面行的去把網路給關閉好幾天 對 那 在2017年的時候 就是有100多期 這樣子 然後 它還有 還有連結到一些數據 像是有7%的網路關閉 是在那個國家有重要的 不是大選 大家都想做 有重要的考試的時候 然後他們國家把網路關閉 是說 這樣子就不會有人 就是用網路作弊 這樣子的理由可以作為 就是網路局部性完畢的一個 合理的理由 大家可以就是想想看 對 那 這就是其中一份 其中一個報告的內容 那 在數位包容裡面 我們介紹了很多 就是 2017年的一些 跟 平權 跟 接觸網路的機會 跟 就是有一些是 都市跟網路的數位落差 都市跟鄉村的數位落差 相關的一些議題 像是這一篇 就是在講 是在 是一個在 夢買的一個計畫 然後他這個計畫 想要把更多的 目前還沒有網路的地方 連上線 那是用 長距離的Wi-Fi的系統 這樣子 那 有另外一篇報告 在介紹 就是 就是在介紹 目前 連上網路的 還沒有 目前就是每一個 連上網路的地區 有沒有就是速度上的差異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英文 紅色的是美國 那 最下面的是 非洲 在最下面這邊 那他的單位是 這單位是速度 是MB 單位是MBPS 那 從2012年到2018年的 整個整體的變化狀況 在網路素養 這個類別裡面 我們介紹了一些 跟網路的知識有關的事情 好 那在網路素養 像是 像是 介紹了 Jungle Girls這個 跨國的 這個 coding的團體 從2014年成立 跨國的團體 現在 就是 所有他們的活動 總共 已經有 已經在378個層次主持了 然後 像是去年 有一個研究 有一個數據 顯示說 在我們 我們在手機上 使用APP的時候 你有沒有 就是 如果你使用 某些APP的時候 你會不會感覺特別開心 或特別不開心 讓大家可以看這個圖表 這個圖表還蠻有趣的 就是在 這個是感覺開心 的時間 那這個是感覺不開心的時間 那這個是所有的 不同的APP 所以 這張圖表有點不清楚 我們可以點去這邊我們張看 這邊我們張真的蠻有趣的 所以大家 使用 的時候 開心的比例最高的是什麼 是 就是正上方這個 這個什麼APP 就是 所有用的人都很開心 都沒有不開心的人 它其實是Sleep Cycle 是一個追蹤睡覺的APP 我們還發現 這份研究還發現的一個事情 是 當你在使用Facebook的時候 你在 你用 某個時間點之內 會越用越開心 如果超過了那個時間點之後 你就會越來越不開心 就是 通常大家就會越來越不開心 如果你一天用Facebook 小於18分鐘的話 你會越來越開心 如果你一天用Facebook 如果你用超過18分鐘的話 達到47分鐘那個點 通常所有的人都會轉為不開心的狀態 對 你想要看詳細的數據的話 這在網路情況報告的 數位包容裡面有一個文章 叫做 就是APP有沒有讓我們更開心 使用手機APP有沒有讓我們更開心 那它是一個 來自一個研究計畫 叫做Moment 這個iOS的APP的研究計畫 它統計了所有 它統計了有關中這個APP的人 它所使用每一個APP的時間 然後還有 它會問用戶說 就是你覺得開心嗎 這樣子 然後就有了這樣子的一個數據 所以 因為在去年很多人提出了這個問題 就是 手機的使用 大家都越用越久的時間 然後那些時間 對我們來講 就是到底值不值得 所以Facebook也說 就是他們要讓大家 在Facebook上的時間 花的更值得 然後 iOS今年的改版 也加上了 就是你在 你所有的 你整個iOS的使用時間 然後每個APP的使用時間 有多長 然後還加了一些 就是可以設定時間限制的這些功能 就是一個去年 大家也注意到的議題 好 那 在去重新化這個 這個 這個類別裡面 就有一些 就有討論的一些網路 目前到底集不集中 到底有多集中的問題 因為 在理想之上 網際網路應該是 沒有這個一個人可以控制 它沒有 沒有這個一個人 可以完全控制 網際網路這個平台 那 沒有這個一個人 不應該有這個一間公司 對它會達成 就是 無法 無法 缺少的 的問題 但是 有一篇報導 在去重新化這個類別裡面 就有一篇報導 在講 去年有 兩位研究員 他們實驗的 完全 在生活中 兩個月的時間 完全不用任何Google的服務 然後 就是 發現這個多困 光是你 Email告訴別人說 你不要再寄 就是Email到我的Gmail信箱來了 人家就會問你說為什麼 然後 他們的就是 家人就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要去自殺了 對 那大家如果就是 也想要試試看 就是完全不用Google的服務的話 就是 希望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你的經過 跟你的結果 那 這一篇報導 在講 它是世界上第一個公職 政府 駐派 科技公司的大使 它是丹麥 駐派 Facebook 跟Google 這些大型科技公司的大使 它的職位是數位大使 對 那為什麼要有這種職位 因為 丹麥政府認為說 就是我們 我丹麥跟你 美國好了 我們互相有邦交 然後我們互相有大使 如果我的國家 跟你的國家 有什麼事想要Google的時候 我就透過大使來聯繫 那問題是現在 像是Facebook這個公司 這個服務這個公司 它已經大過一個國家很多 它影響力已經超過很多國家了 那 當我政府 今天碰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要怎麼跟它聯繫 怎麼跟它Google 是不是我們也要互相派出大使 所以他們去年就 就設立了這樣子的一個職位 數位大使的職位 那 它是世界上第一個 但是絕對不是最後一個 那我們台灣是不是接下來 也應該要有呢 我們就是每年 這麼多這麼多的 每年都就是 這麼多的資 都要這麼多的資料 然後有這麼多的 各種議題發生在上面 那我們 是不是我們的政府 應該有一個官方的一個 科技 科技公司聯絡人 來做這件事情 就是 還有很多 只是討論的點 那 這一篇文章在講的是社交網路 就是 所有所有的社交網路平台 去年 最紅的社交網路平台 其實 大部分掌握在三家公司的手上 第一個是Facebook 它有 WhatsApp Messenger 跟Instagram 第二個是Google Google有YouTube 第三個是騰訊 有QQ 微信 跟QQ的其他的服務 這樣子 所以就是去年整年 去年所有的社群媒體 加起來 其實就是掌握在這三家公司的手上 然後 這是他們2016跟2017年的小漲狀況 這也是在去中心化的議題裡面 的一篇報導文章 所以 Mozilla為什麼覺得這很重要 我們剛剛講了很多 就是我們覺得網路要保持開放 網路要保持健康 才能有更多的機會 才能有更多的創新 那我們該怎麼做 就是我們現在 要怎麼做才能夠達到這個目的 這樣 那我們覺得 就是 其實 到了現在 我們在討論 把網路這個東西 從日常生活中抽離出來 討論已經 不合理了 因為網路 現在就已經跟 就是日常生活 已經是完全結合在一起的 沒有辦法區隔開來的 所以說 網路這個媒介 現在會受到每個人的 每一個行為所 所影響 那所以 每個人的每個行為 都可以讓我們 會變得更健康一些 那 當我們 都有認知 就是說 網際網路的這個平台 需要保持 保持 良好的狀況 然後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 就是慢慢的讓 網路的發展 朝向我們想要的那個方向去前進 這樣 這是什麼樣的想法 好 那 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 請到 MZL.LA 顯現IHR 下載這個報告 然後 在上面 點 你有興趣的文章 進去閱讀 然後 把這些文章分享給你的朋友 然後想想看 就是 怎樣子的網路對你來講 是好的 是健康的 然後 跟 就是你周遭的人一起討論 然後 跟 報告之中的 研究 研究者啊 或者是報告中有提到的組織啊 你可以去多去了解他們 甚至去參與他們 有一些單位在台灣 有一些計劃在台灣 其實也有一些資源 然後我們2019年的報告 到今年下半年開始 會開始進行 那2019年的報告 會有更多 本地的相關 就是各地 世界各地的相關報告 會我們會 試著讓它 就是變得更在地化 更去 更decentralize 這樣子 那這邊 下載 NZL.LA-IHR 喔 不是下載 在這邊閱讀 然後你也可以下載 就是TDF檔下來 你先閱讀 我發現我的投影片少了 少了一個重要的連結 沒關係 我切回去 可以給大家看 好 在這邊 就是如果你想要在台灣參與這個計劃的話 有一個最快的方法 就是到我們的 Teregram Teregram Og 寫線PG 選擇 網路字裡面獎款 這個頻道加入 我們在這邊 有非常多的人 一起參與 Teregram的頻道 我們在上面會討論哪些事情 今天整個議程會會討論的議題 全部都是這個頻道關心的議題 包含網路中立 網路自由 然後 Inclusion 然後 網路的健康 然後 這些所有的議題 我們都在上面一起討論 一起分享 一起來就是 研究這樣子 好 那 就是 感謝大家今天來參加我們這個議程會 那 就是 很高興今天 整個議程會就這樣結束 那我們 希望明年還可以再見到 各位 謝謝大家